好继续来看到风济宫慈善会前往到秀林乡公所捐赠防疫的物资 那么秀林乡长王玫瑰非常感谢风济宫慈善无私的爱心 以及协助部落对抗疫情的企业团体跟个人的无私奉处 风济宫慈善会前往秀林乡公所捐赠防疫物资 风济宫慈善会创办人林英祥 以及秀林乡图书馆馆长金秀兰一同来公所合影留念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今年4月疫情再起 秀林乡公所启动部落物资援助以及官方工作 积极联结基金会企业以及社团 针对全部确诊狂烈的乡亲提供物资的协助 我们风济宫慈善会之前是发辅具 主要是发辅具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是在那里想说哪一种东西比较重要 就是防疫物资 所以我们就去买了2000多剂的快塞剂 来分发给在花东地区的乡镇 有给秀林乡这里500剂 我们是感验到王玫瑰乡长 他之前他在社会救助方面 他在乡镇方面都很勤奋认真 所以我们知道秀林乡公所团队一向很勤劳 所以我们就特地来这一趟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而状况也让原本因为交通地理环境 受到限制医疗资源不择的原乡 疫情不予控制 引起公所积极执行 新闻乡公所防疫紧急应变小组的业务 积极协助以配合线服的资讯服务平台 以至协助快塞 同时也加强部落全面新的部落防疫宣导 依据前乡巡回新的防疫倾销作业 期盼疫情病毒早日消失 也会相信做好自我防护 降低疫情感染以及重播的机会 记得喜欢你 休想我了